第五十六集 张碧仙张定边不愿自讨没趣 便只有连连点头称事 但是他们心里面都清楚啊 就是陈有亮自己心中也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 当陈有亮去战舰上临时舰的汉王宫休息时 张碧仙问张定边 此次决战 太为以为胜算把握如何 张定边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说道 各有优势 谋是在人成是在天 唯看天命而定 相信天助汉王不可能帮周元璋那种小人 张碧仙不愿意听天意之类的泛泛议论 倒想听一些切实的见解 又问道 各有优势 还请太为明示一二 就兵力来说 我重敌寡 就装备来说 我优敌烈 但就士气而言 南昌近三月而攻不下 闹得死伤惨重 精疲力竭 势必动摇士气 而朱元璋之军队 千里就威城 生死存亡 皆细于此 又有南昌守军之盛 作为楷模 自然是士气高涨 另外 朱元璋老金巨华心狠手辣 为了取胜 不心一切代价 接下去 要拿汉王与之相比 张定边就不好再说了 也就停住了话头 不说了 朱元璋让李善长 坐守南京 身边带着刘伯温 在他看来 刘伯温并不是理想的臣子 特别是在破合肥以后 刘伯温请辞回顾里了 朱元璋的心里 更是非常不痛快 但是他已经清楚看到 在他所有的谋臣里 只有刘伯温能有似乎是事事高于他的见解 在这一生最关键的时刻 他不能让他离开 他要把刘伯温留在身边 借他的智谋 来打赢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他甚至相信 这是成败这场战争的关键 于是 一来到颇阳湖 朱元璋就让刘伯温 与自己坐在同一条船上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条船 取名为荡天号 船高五丈八尺 四周有夹层的牛皮隔层 以防止箭矢 船的后舱居中 是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卧室 两边住着几十名万里挑一的精兵 在钱仓宽大的指挥势力 朱元璋与刘伯温正在议论战事 刘伯温说 汉军船虽然高大 但是不灵活 我们可以派出精锐部队 歼灭起几条 给他来个下马威 朱元璋说 嗯 军师高见 正合我意 那从哪里入手 还请军师来定夺 就为奸西山那三条大千 我们趁夜派一百条小船过去 挑选三千名最优秀的士兵 最好是让徐达元帅亲自前去 哦 徐元帅 对 请国公放心 凭徐达的智慧 一定不会出事 会凯旋而归 好 一起按军师之言行事 主员张书婉 即刻传来徐达 一一的详细安排 当天晚上 徐达亲率一支船队 成夜驶入西山 由于山影笼罩 一片的漆黑 等徐达所率领的三千勇士 登上大舰船 陈有亮的军队才发现 可是已经晚了 兵力虽然说相等 但是一方没有准备 一方有准备 特别是这有备的一方 是万里挑一的勇士 不多一会儿 徐达带领的三千多名勇士 很快就取下敌人的三千颗人头 装在船上回来报捷 朱元璋派出徐达以后 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听说徐达回兵了 还夺得三艘大舰 非常高兴 急忙亲自登舰去看 见着三千颗血淋淋的人头 更是兴奋了 立即吩咐说 重上三千勇士 并且让人将人头捆在木板上 用小船装着 到汗水营前面 满湖放下 以震慑敌人 刘伯温在一边看了 感到朱元璋也太残忍了 他不想介入这些事情 便悄然回到自己卧室 朱元璋安排完毕 想问问刘伯温 下一步怎么办 转眼一看 没有刘伯温的影子了 心里非常不高兴 可转念一想 也就明白了 刘伯温离开的原因 由不得淡然一笑 心想 没你刘伯温 我朱元璋照样设计袭笛 吕思考 吩咐换来长玉春 卓叶齐帅 以剑齐功 得到剑船三艘 战敌人三千 先令你 率兵三万 战船三千 去攻 狼山水域之地 长玉帅 可苏去准备 五十 可开旋而归 我在这里 为你摆庆功酒 长玉春急忙去准备 朱元璋 朱元璋安排事情以后 满面春风去了后舱 进左舱的时候 对右舱看了一眼 自言自语地说 刘似书 刘伯温 刘伯温啊 你看我安排的这一仗 又当如何 刘优伯温 该安安安心心地陪陪你 长玉帅 长玉春的进攻 是异常艰难的 陈有亮听说 失去了三艘大舰 又听说 湖中飘着人头 一时气得眼中冒火 正准备进攻 不料 又报 长玉春驾船前来 于是下令战舰 一次排开 迎着小船冲过去 在颇阳湖上 双方鸣刀鸣枪地 打出第一仗 陈有亮的战舰 高达 一字排开 如排山倒海般 压过来 长玉春的船 比较小 这么对垒 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事已至此 长玉春只好下令 小船排成一条 长队来避开敌人舰队的冲撞 尽可能地绕到他们后面 然而还是不少船只被撞破了 士兵纷纷落水 这里面的战将 田仁明 张宝胜 刘永和 一一地战死 特别是刘永和 所率领的船队被撞破以后 奋力杀敌 但是寡不敌众 被汉军围困了 眼见脱身无望 便拔剑自吻 长玉春看着再拼下去 只有全军覆没 于是下令撤回 他满身是血的来见朱元璋 不等他开口 朱元璋便说 我知道 这是我安排的不好 我们可以用火攻啊 我也想到了 你去休息吧 不 这些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 你还是让我再去 好 我让李文忠胡大海 在你的左右侧接应 再派 廖永忠 于同海 领着赶死队 作为前锋放火 于挺预率水军 随后冲杀 长玉春的眼睛闪亮着 说道 我这就去准备 别忘了把伤口 好好整一整 知道了 于是 朱元璋坐镇亲自指挥 这时候 只见刘伯温 匆匆过来说 国公 请你送换一条船 哦 这是为何呀 刚才我在船头 见到有大舰船 向我们这里靠近 大舰船靠近 他能冲得过来吗 那些船上都装有火炮 可以远远地射击 如今国公 在中间 陈有量 一定是知道的 朱元璋有些不信 但是转念一想 这可是自己生命攸关的事啊 万一 有所差池 那可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便说 听平军事安排 不住门去那条船啊 国公 我已准备好 就那条小船 顺着刘伯温手指的方向 朱元璋果然看见了一条 很不起眼的小船 他们登上去了 郭丽尔还要再搬些东西 被刘伯温给制止住了 郭丽尔很不高兴 刘伯温也不去理会 只是催促着水兵 赶快将小船划开 小船划开不到一分钟 只听轰轰几声泡响 随着一团团火球落下 当天好 顿时灰飞烟灭了 船上留下的一些水手 顿时全部牺牲 郭丽尔拉着朱元璋 感激地看着刘伯温 朱元璋走到刘伯温面前 真声地说 军师救了我一命 元璋感激不尽 国公鸿福齐天 一切皆有天定 伯温只是遵照天意启示罢了 全是国公自己造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